好的 主播好 觀眾朋友 大家午安 的確根據氣象律區 最新的貫徹資料顯示 目前出現最強的陣風 是在彭嘉宇 平均風力是平均每小時80公里 陣風到106 中間還有一個金門出現 12點15分 出現一個36.5度的高溫 為什麼會金門出現 這麼高的溫度 我們用這張衛星雲圖 來給你做說明 這個就是倉截颱風 整個環流雲系 這個就是蓮花颱風 它雖然已經變成一個 普通低壓了 但是這邊這個地方是一個高壓區 颱風的外圍環流 本身就是下沉氣流 加上本身一個高壓區 兩個颱風中間 本身就是一個高壓 所以金門不但是天氣好 所以溫度也出現了 比較高的溫度 36.5度 當然另外一個高溫區 是在大湖地區 32.7度 這兩個就是高溫區 整個颱風的結構來講 非常的完整 很平穩的向西北移動 特別要提醒的 就是在這個西南氣流 目前已經融入這個颱風裡面 會不會隨著這個颱風向西北走 慢慢的抬升 所以中南部地區 特別要不要掉以輕輕 這個西南氣流向北抬升的趨勢 所以後期 不經年要注意颱風未來的走向 也要注意這個西南氣流 會不會向北走 整個颱風的結構 對台灣來講的話 第一個 它已經進入 在今天中午 大概就會碰到它暴風路徑 風雨來講 因為這剛好是相負面 北部跟東北部的地區 包括中部的山區 所以它風力 與此來講也會逐漸的增強 後面這個藍卡颱風 對台灣是沒有影響的 我們用路徑圖來看看 未來的颱風的變化 12點中心位置 也就是台北的東北方 大約是370公里的海面上 暴風半徑 仍然維持到250公里 到明天11點的時候 中心在這裡 已經脫離了台灣地區 以現在來講的話 它的中心大概就是在 這個地方是280 這個地方是280 就是從目前為開始 它的邊緣 整個邊緣會通過 北部的接觸到陸地 所以為什麼講現在的風雨 會增強的主要原因 也就是這個時段 是最接近台灣陸地的 同時就是從現在中午開始 到明天早上8點鐘 因為預計 昨天我預計是在5點鐘 因為現在速度減慢了 所以落後到8點鐘 除非它速度加快 大家有一個問題就是 昨天為什麼整個暴風圈 可以夠到台北 現在不能夠到台北 而且都在邊緣的差過 很多同事就問我 我說很簡單 原來310變成300的話 你花到300就可以夠到 所以這個颱風雖然都是向西北 它的角度不同 所以夠到的範圍也不一樣 不管怎麼樣的話 這個颱風都會對台灣地區 北部地區 東北部地區 包括中部山區都構成比較嚴重的威脅 我們用這張微星雲圖來看看 今天下午各地方下雨的情況 第一個 颱風中心在這裡 主要的大雨區 當然都是在海面上比較居多 第二個 它的向負面 大概都是北部年 這個地方最多 這個地方也最多都是向負面 為了它向西北走 中部的山區 所以向去針對中部的山區 台中一北飆光 包括苗栗一北的山區 最高的雨量都預計到800毫米的雨 現在雨是會隨著颱風向西北走 越來越接近台灣 同時雨量 尤其山區的雨量 明顯的增加的主要原因 中南部也不要掉有情形 我剛才講 除了颱風的外圍環流 在目前來講會影響它英語以外 南部的那個西南氣流不要上來 所以上來的話對中南部的雨勢 就特別特別的就明顯了 所以這個颱風不僅僅颱風要管 西南的氣流也要注意 接著就看今天凌晨到現在 各地方下雨的情況 到目前為止 尖石鄉為什麼下的最多 剛好就是這個就是向風面 跟地形一樣 為什麼新竹有洛杉瘟 也是跟這個地形有關係 所以下雨的情況也跟地形有關係 目前來講到現在為止 12點20分的話 已經超過了將近200毫米 再接著是太安鄉 接著就是北部的陽明山 剛好向風面 也就是吹北風和西北風的時候 陽明山的雨勢 就包括安部的雨勢 比其他地方要來得大 所以要特別呼籲今天下午 到明天上午這段時間 第一個 北部的山區的雨勢 包括中部的山區雨勢 會逐漸地增強 風力來講集中在北部的海面上 包括北部的山區風力 但是中南部跟東半部地區 雖然雨是目前以颱風的結構來講的話 是比較小的 但是要特別注意 要特別呼籲 就是西南 西日 會不會隨著這個颱風而北上 所以這個颱風對台灣有影響 從今天到明天 一直要到明天上午以後 颱風脫離暴風圈以後 慢慢向北走速度加快 整個台灣地區 才會脫離颱風的暴風圈 以上是颱風的追星動態 現在把鏡頭交換給主播